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 杨子饰演的洛家则是基督小组中的一员 她作为一名基督女警 深入到这个贩毒集团当中 卧底展开行动 在这个过程中 她面临了各种挑战和危机 但她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使命 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整个故事以独特的女性视角 展现了基督人员在生死一线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和挑战 杨子饰演的洛家是一位非常富有个性和魅力的女警 她在这个贩毒集团当中 通过自己的机制和勇气 成功地卧底 并取得了贩毒组织的信任 但是 她在卧底期间也遭受了很多的困扰和危机 她需要时刻保持清醒和警惕 才能够在这个充满危险的环境中生存 在影片中 杨子饰演的洛家不仅仅是一名基督女警 更是一个勇敢 坚韧 智慧的女性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部电影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优秀演员加盟 他们的表演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其中 刘浩存 赵又婷等演员也将在这部电影中出演重要角色 从目前公布的预告片来看 电影的剧情紧张刺激 氛围紧张 相信这部电影一定会给观众带来非常震撼的视觉冲击和思考 总之 杨子在电影《猎毒》中饰演的卧底女警 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演技和事业心 她通过自己的表演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充满个性和智慧的女性形象 这部电影将聚焦于 《猎毒》人员的切身经历和《猎毒行动》的惊险与挣扎 相信会是一部非常值得观看的电影 期待电影的上映 更期待杨子在未来能够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和好作品 肖战赴上海参加古池活动 与徐克合作新剧 未官宣便令无数人破防 刚刚结束繁忙 紧张的话剧表演 肖战便急匆匆赴上海参加古池的活动 机场路透中的肖战穿得很清凉 人看上去毫无疲惫感 而且比前些篇略胖了一些 应该是为新角色做了很多体能训练 此次肖战将与陆寒、李宇春、妮妮、刘文等明星参加Gucci的活动 之前 新华网文汇报Vogu时尚巴沙等权威和时尚媒体都发布了肖战灵感之旅和环宇点藏展的一系列报道 这些报道讲述了古池全球同步上线肖战所拍摄的宣传片《灵感之旅》系列 还介绍了肖战在影视剧中塑造的角色和此次《米兰之行》给时尚界带来的震撼 环宇古池点藏展即将拉开大幕 大家都迫不及待想看到肖战将以怎样的着装出现在活动现场 娇阳伴我结束拍摄 肖战下一部进组的剧备受关注 早前就转过肖战将与徐克合作 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近日上了热搜后更是万众瞩目 粉丝都很淡定 不官宣就默默等待好了 一切都存在变数 有些人却坐不住了 采导演采网传的女主采这部电影是翻拍无新意 谁演都会因为有黄日华朱玉在前挨骂 讨论的热火朝天 只能说这确实是一个好柄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风范的一段 如果是他们的争主获得这个角色 他们不会各种嫌弃哀红遍野 只会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因为徐克总能在不同时期创造传奇 他有独到的眼光 能捕捉到演员身上自己都发现不了的眉宇光滑 可如今这个角色一直都在转由肖战饰演 显然会令他们一难评也无法接受 肖战不演则已 一演就是顶级团队重量级作品 肖战在电视剧和话剧领域已经取得很多同期演员无法企及的成绩 如果再进电影圈 真称得上全平台无短板 而且肖战有票房号召力 刚红时期小制作的朱仙就收获了令人惊叹的票房 很多人都在翘首期盼肖战快快进组拍电影 想在大荧幕上看肖战的迫切心情呼之欲出 最主要的是肖战拍摄的电影不仅票房有保障 肖战还有演技有颜值 台词功底也获得广泛认可 气吞万里如虎 纵马江湖的武侠片 肖战值得拥有 那么就静静等待肖战参加古池上海活动后 为大家圆一个有诗有酒有欢笑有悲情的武侠梦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